大南市南区清水路 为期三个月进行准备 虎南菜围 从当地文宿和主人心态围出来 加上太阳林邦更加加共美化 整体用合适和享受和提供 先为大南市为公典业文立楼 达到休凡和发展立典的功用 大南市南区清水路 是连结安边香港 到86号快速道路的重要感度 为了提升人行道 和主人乘得的使用度 并配合到立典的政策 邀请到在地社区英哲老师 搭出清水路行为公典 业文采绘的力量 这位一定会有和平衡的文化 平衡的文化有关的内容 现在平衡的文化 所以现在大概就是 差不多有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这种生态 因为这些是以前台庚六海的一个范围 所以红树林的意象 南雨、海鞋冬、五角梨这些都要下跌了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说我们生态当中 我们这个四军村家 重要的 我们百里所在所不一样的一些 生态的重点 比如说 青蚵仔 这些蚵仔扁 还是说这家家 我们有在 吃一些鱼鱼 那个芝麻辣 所以我们借大家 以前在发芝麻辣栽 是很有名的 参加这家的高雄艺术大学的老师 刘振圈表示 这家的彩灰的表现 将依照到 当地的文書和主人心态的方向 进行 就比 虎拿的彩灰 目前在画的就是 国姓爷 就是郑成功嘛 他在 当时候在 我们这个 昆森这个地方 他就是有一些事迹 那这个事迹就是在展现说 他当时候在沙滩 做一个奇数 然后他去做射箭的动作 然后他那时候是 距离120公尺去做射箭 那他其实射了三支箭 都是有直接正中红星的 然后是表演给当时 那个翻译员和氏 他名字叫为和氏的一个翻译员看 这样子 台南市政府跟不叫此出 请注意到这个路段 完成非常热心 如果在提醒楼梁 品质2.0的结尾 目前已经专门破设 完成大大提心 楼梁的平坦度 将会促进 当地的观光的好业 记者陈家臣 南枯彩虹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